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建议月底即将召开的日本CP Plus影像七彩展 我们有理由相信索尼应该会在月底有所动作 Nokishita爆料称 松下即将发布全画幅长焦变焦镜头RUMIX S70300F4.5-5.6 OIS 新镜头采用11组17片光学结构 包含两枚低色散镜片 一枚超低色散镜片 放大倍率达到0.5倍 同规格产品中最强建设能力 77毫米口径 148毫米长 790克重 传闻售价会在1247美元上下 约折合人民币8000元左右 这也是松下第二支具备0.5倍放大倍率的全画幅变焦镜头 一头多用 真实在 富士日本总部发布官方公告称GFX100S的新机预定量远超预期 将会延迟出货 富士入魔称 新机GFX100S的预定量目前已经超过了GFX100 GFX50S以及GFX50R三款机型的预定总和 甚至也超过了2020年度真相IPSC热门机XS10 所以只要产品力够出色 市场就会给予正面的回应 NOKSHIT在莱卡镜头固件中发现了M口35F2AA的踪迹 可能莱卡下一支复刻的镜头就是它了 此外 莱卡L口定交镜头28F2AA即将发布 具体发布时间未定 这也是莱卡第六支L卡口定交镜头 以上就是本周期待资讯了 这里预祝大家新年快乐 大家年后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